中和兩歲男童NN案還沒落幕 NN827日深夜臉書再度發文 說有一名醫師吹哨者 私訊給他的一封資料 內容是新北市衛生局副局長 寄給狹狹醫院的交代訊息 內容裡他看到兩點結論十分痛心 再次點名新北市長侯友宜 與衛生局長陳潤秋要求制造真相 新北市衛生局副局長徐昭成 四月十七給各醫院院長的署名訊息 其中寫下各位院長熱安大家辛苦了 再次謝謝大家的幫忙 但我們真的很擔心病人延誤就醫治療 再發生 內容最後還指出 再次謝謝各位院長的幫忙 也拜託務必轉支院內同仁 當院內人有專責空床時 接到衛生局請求收支病人時不要拒絕 否則分流機制不斷地再被一線同仁婉拒 恐怕發生我們不希望看到的不幸事件 兩段內容讓恩恩爸痛心 直指新北市衛生局早知道恩恩就是延誤就醫 無論是我們提供給指揮中心 或者是指揮中心陳部長 在四月十六號記者會上公開說明的時序 都沒有六點三十七番在ICU救治的這個時序 恩恩送醫過程到底有沒有延誤就醫 恩恩爸也喊話希望CDC 因公布新北市府提供的橫向通聯和時序表 判走日釐清真相